接下来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立院英国会改革事件的重点整理 刚也告诉大家了 那么现在在这边几乎违线的状况之下 好 赖兴德表示愿意到立院来进行一个国情报告 那么民进党可以看到委员中嘉宾 好 现在也要求在这个周恩来部分 好 来进行个专案报告 要来谈事件之后国会的职权困境 好 另外三大人师汉持续的卡关 这部分我们请教敬平哥 其实我刚刚坐下来有听到这个张延廷副司令 有提到说在野党要努力要加油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阴阴期盼 但是经过了这一次大法官 在这个上个周末礼拜五的这个整个视线之后 完完全全掏空了国会的职能 所以包括刚刚其实张副司令有提到的 要调查这个高端疫苗 要调查超私弹 那些调查权全部都被这个视线解释为违线 完蛋了 完全什么都不能碰 那甚至在司法侦查中的案件 也不能碰 也不能去处理 监察院的这个案件也不能去处理 所以大法官已经把这个门槛提高 无限上纲到这个落化立法院的职权 明明是五院各司其职 那现在司法院的这个大法官视线 因为大法官几乎都是在 蔡英文前总统提名的这个绿油油一片 几乎你看 他可以在军公教的这个年改条例 他可以在这个全民都认为说 不应该这个废死的视线案 这些还有包括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他几乎都可以做成跟民意 完完全全相违背的 完完全全站在执政党 护航执政党的立场 护航执政党的意志 所以你想想看 那根本没有办法翻案 所以我刚讲的调查权 国会的这个整个被拿掉了 这个职能 所以之前为什么过去半年来 一直在争议 阿Q这个事情 至于你刚刚讲说 赖信德他想要去这个国会演说 也被大法官视线 直接讲违宪 不行 而且大法官 他们的解释说 总统要去 只能立法院是被动的 还不是你立法院邀请他就必须要去 他邀请你要看总统要不要去 他想去 他想去 他才可以 他不想去 你逼他也没用 所以你也不能说 你就算你邀请他也没用 所以变成立法院只能站在被动的立场 不能站在主动的这一方 那既然是如此 曾经在去年总统大选 2023年 整个总统大选期间 一直到今年1月13号 两个礼拜 最后两个礼拜投票前 他曾经喊出来说 如果立法院同意的话 他赞成 这个全民支持的情况下 要总统要告这个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 他自己说的嘛 对他自己说的啊 那结果 到了当选之后 换了一张嘴脸 然后透过他的前任 因为那时候他当副总统 然后透过他的前任 甚至他在当时在 蔡英文政府团队的 所提名的大法官 他一堆打手出来去视线说 不行 要总统去立法院 这是违宪的 那你现在又说 我可以去立法院做报告 然后怎么样 那为什么要配合你啊 既然是被动的 那立法院 我总不能说 立法院没邀请你自己要来啊 不行不用不用 所以我认为说 沦为总统作秀的舞台 虽然大法官张森林 他们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意见书 他有提到说 过去二十几年来 都有这样的一个 从李登辉时期 把国大当成一个这个国情报告 跟发表资文的这个立场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 后来就没再有这样的情形 那你们知道这种情况 可是其他大法官不认同啊 认为这个赖清德 他如果这个到立法院 他要自己 那立法院的这个任何在野党团 或者是朝野政党 都还不行做什么主动的一些动作 那我觉得不用配合赖清德啊 就像民众党讲的 你要开记者 你要开 你要发表 你要发表资文 你要过国情报告 你就自己在总统府开记者会嘛 你不要学蔡英文好几年躲在这个 总统府里面都不出来 也不开记者 只会脸书治国就好了嘛 你自己开记者会啊 你要讲了讲个过瘾 你要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你要直播 你要直播 随便你嘛 不需要浪费立法委员的时间 因为你们都认为这是这样一个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一次的大法官事件虽然不意外 所以我觉得 今天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 这个新闻和媒体都报道出来 接下来我相信在野党团 在立法院一定会去 开始去走这个审NCC的这个人事案 审这个大法 审大法官人事案 还有审这个司法院的这个考试委员 跟司法院政府院长人事案 就像今天有新闻提到说 到时候审到最后一个 或者是一个都不剩 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觉得会 因为这个之前 我跟几位委员在碰面的时候 就私下听到委员讲 这个审人事案一定会走下去 严审 审到最后 但严审你总不能说 严审你一定要动过嘛 民主国家民主社会 谁规定你审完的就一定要通过 我们在议会也是一样啊 我们所同意的 我们所通过的 執政党跟在野党不一样 在野党一定全部否决到底啊 他绝对不会投我们的票 不会投我们支持的人 同样的道理 国会也是一样啊 所以当NCC委员 还有司法院的政部院长 跟这个司法委员 这些司法院的这些 还有大法官 还有考试院的这个 政府院长跟考试委员 在立法院这个整个做表结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人被刷下来 我也相信这是全民的期待 要严审到底 那至于最后面 有一些民生的这个反应 像有一些冲突性的 我相信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 在节骨眼再去提 有些人就说国会职权再去提 国会改革 其实不用啦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战术 因为当你什么事情 在立法院通过了修法之后 的确国民党跟民众党团 可以用人数的这个优势 去打败民进党 可是他们又寻求大法官释线 把大法官释线 县法庭 法庭变成一种为事庭 变成他们一种 好像这个要去找 寻求这样的一个这个 同温层去取暖 然后再推翻立法院的这个决议 所以为什么翁晓琳 才会提出来说 这个要提出一个 宪法诉讼法的修正案 直指他们的核心 然后呢 大法官严审到最后 可能一席都不会过 甚至可能只剩下一席 就是让他们大法官 在释线的这个宪法法庭 如果宪法的这个诉讼案 可以空过的话 这个就等于 掐住民进党的喉咙 所以民进党他有他的意图 他以后有什么状况 就像这一次的这个总预算案 禁法补偿的这个条例 他说要怎么去 大法官又要走释线啊 当时他不提复议 现在又要走释线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 也意识到民进党以后 未来四年还剩下三年多的时间 他会这样子玩 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啊 这个叫做 我认为这个叫国会的 意识攻防上的玉石俱焚 那既然执政党不施政道 你不是好好跟在野党 去做一个沟通 只能一手拿着这个 不是胡萝卜哦 一手拿着抹黑的这个墨汁 一手拿着棒子 一只手去抹黑在野党 然后一只手拿棒子 要去打你的话 请问你在野党 凭什么跟你好好谈 你只有想办法去想要巴结 这个韩国瑜院长 然后又故意去捧他 捧完了之后呢 又故意凑他一顿 又故意酸他 这就是现在执政党的这个立场 所以当时我就讲过 在赖清德从台南市长 卸任到行政院长 现在当上了总统 他以前就把台南市议会 他对付市议会 地方市议员那一套 搬到现在中央 来对付这些国会议员 对付这些立法委员 所以你看他的手法如出一侧 用强硬的用斗的方式 那在野党 的确像刚刚张将军所提到的 你必须要有战略 你必须要有战术 否则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很容易被这个民进党 耍得团团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